絲紙貼紙看似微不足道 不過要作為一門藝術得有豐富的想像力 藝術家朱俊仁就將絲紙作為創作元素 以不同的顏色、線條 創作出多元的作品 各種奧妙得細細品嘗才能夠領悟 60多幅的作品在萬和宮創意一郎展出 作品上紅藍白相間 仔細看還能看到紙張邊緣的線條 繽紛色彩象徵抒情爵士 一旁藍黑漸層則是海德交響師 美術系畢業的朱俊仁將紙張作為他的創作元素 創造出一幅幅獨特作品在萬和宮展出 絲紙方式的變化的確讓我收穫很多 單純用扯的、用撕開來的 或是透過工具去撕 或者透過毛筆的水線去撕 或者是不同的紙張撕出來的效果 因為它那個纖維的不一樣 所以你撕出來的感覺是不同的 那這一點在我的創作過程當中是蠻有趣的事情 絲紙乍聽之下或許簡單 不過拉扯紙張又分為很多種形式 邊緣呈現的線條可以作為天際線 也可以作為山峰流水的波折 甚至是色彩明安的交織 而這門藝術有趣的地方在於一切都要憑藉想像力等待靈感湧現 出具人展出60多件不同風格的作品 隱含對大自然的闡述還有觀察 等待觀賞者一同細細品味 從它的畫作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像綠草如荫啊 藍藍的大海啊還有一些生活上的感觸 那所以說它整個畫作給人家感覺是非常的溫潤 然後看起來是很懂得生活的一個人 有山川 有那城堡 所以這一次特別注得欣賞 也歡迎好朋友 想要藝術作品的經常來參觀 有別於一般畫作明確主題 私紙創作更偏向意境的體會 放慢腳步欣賞才能體會其中的奧妙